原标题要与中俄展开岛屿争夺战日本组建新型应急机动联队 参考消息往10月25日报道 为马起飞随着近年来中国军力不断加强以及东北亚安全形势日趋为妙 从冷战结束后及在作战压力方面高枕无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 也不得不重新省视未来可能执行的作战任务 并据此重新规划调整部队的编制装备结构 陆自处保持传统上驻防在北部地区以防范俄罗斯的重装部队外 还将驻防沿海地区的使旅团调整成所谓的政治经济中枢部队 并组建应于执行快速反应和多岛作战任务的西埔联队 中央快速反应集团等 近期日本陆自又开始按此前既定规划组建了多支应急机动联队 那腰后者具有十腰特点 其部署针对性和战斗力又如何 本文解析 据日本防卫省10月13日宣布 目前驻防日本九州地区的陆自第八师团 即将组建完成第一支应急机动联队 但这并非是唯一新组建的部队 按照计划为增强机动打击能力 未来十年内陆自将逐次把部分隶属于作战师旅团的现役联队 改变为具备快速反机动能力的应急机动联队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日本陆自共编有15个各种类型的师团和旅团 其中包括拱卫东京半神和名古屋三大 都市圈的八个师旅团作为政治经济中枢部队 还包括装备重型机械化武器用以执行机动作战和防卫任务的七个师团和旅团 计划改编为应急机动联队的部队 即是这期的师团旅团下属的青装步兵联队 陆自军宇称为普通科联队 据日本防卫省和陆上幕僚间部发布的消息 新组建的应急机动联队在编制结构和装备上效仿美军斯特瑞克旅战斗队 装备轮式装甲车辆车族的中型快速机械化部队 每个具备独立作战能力的应急机动联队都由步兵、炮兵、装甲兵等合成组建 装备最新型的16式机动战斗车 英文缩写16MCV和96式轮式装甲车 在编制上每个该型联队将由4个步兵中队 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机动战斗车连构成 其中每个机动战斗车连将效仿坦克连的编制架下三个排 每个台装备4辆16式机动战斗车加上连长指挥车 共有13辆机动战斗车编程 而据日本2017年度防卫预算 今年年底前驻九州北雄本的第八师团和四国上通刺的第十四旅团 将率先把建制内的部分联队调整为应急机动联队 截至10月中旬 第八师团应全面完成部队改编工作 从上述情况来看 笔者认为陆自以美国陆军斯特瑞克旅战斗队为模板组建的新型部 对于其野战机动部队的战斗力提升有一定促进作用 由于日本地形和国土面积的限制 以及冷战后本土地面作战压力的减退 陆自多数部队都属于轻步兵部队 一般只装备有基本的步兵武器和轮式高速机动车 尽管日本的国土防卫压力不大 海外派兵限制又是陆自无用武之的 但长期保持以轻步兵部队为主的编制结构 对其作战能力影响显著 而参考美陆军中型轮式机械化部队的装备和编制结构 升级部分轻步兵部队对于丰富陆自部队类型 提高其火力投送和机动能力都注意颇大 此外依照安倍政权对于日本防务和外交政策的战略规划 期望未来陆自所发挥作用的空间 势必不会局限于本土防卫 无论是日本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归属分歧 还是其对于拓展军力海外部署空间的野望 都迫切需要陆自在当前部队结构和预算框架下 尽量强化部队战斗力 由于目前陆自有相当比重的部队 仍在承担本土城市防卫和警戒任务 及前述的政治经济中枢部队 部署区域被限定的无法动弹 而陆自在原额装备和训练经费等方面 又在游闲级上低于海上自卫队和空中自卫队 因此 在部队部队规模编制和部署座根本变更的情况下 适度借助应急机动连队强化战力 也是一个可取的图 然而纵使应急机动连队有上述力好 但诸多不利的现实条件 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其战斗力的发挥 先说装备方面 应急机动连队拟装备的96式轮式装甲车 及其为基础研发的16式机动战斗车 尽管外观上与斯特瑞克轮式装甲车车足 中国的08年9月11日式轮式装甲车颇为类似 但技术性能和可靠性都交国外同类装备有一定差距 且不论96式轮式装甲车的高成本 和在各种训练演习中故障频发 单就其直面技术性能而言就颇为可疑 96式轮式装甲车和16式机动战斗车 是以汽车底盘结构和越野性能为参考设计的通 尝试合于公路机动 这就导致其越野性能和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都会受到车辆性能的极大限制 此前国内就有研究指出 无论是战时的本土防卫岛屿争夺亦或海外部署 只能依赖公路机动的应急机动连队 即亦被敌方破坏交通线的这段打击敲掉双腿 而在复杂作战条件下丧失机动能力的部队 又谈何应急呢 此外如果在战场外的机动能力比较有限 那要在地形和敌情更复杂的战场上 这类部队的战斗力乃至生存力都很成问题 再说编制方面 尽管陆自始终标榜其编制结构效仿斯特瑞克旅战斗队 但各连队规模只及美军同类部队一个战斗营 却挂着连队级相当于团级部队的名头 编制中战斗分队数量和规模过小 会在战时严重限制其持续作战能力 此外 由于计划组建的各应急机动联队都直接隶属于师团旅团 其指挥和后勤都依赖于师旅机器官的协调和供应 二在缺乏指挥机构战术侦察能力和物资补给的情况下 应急机动联队的独立作战能力相当有限 相比之下具有体系化的指挥侦察和后勤支援分队的美军斯特瑞克旅战斗队 显然比他的日本徒弟要强得多 而且按照这种编制结构 陆次计划用于执行战役任务的机动师团旅团将不得不负担起下属部队的指挥和保障业务 这也会严重顿化前者的战斗力 纵上所述 在比较乐观的情况下 笔者也只能认为 经过进一步的组建和调整 应急机动联队才能形成实质上的战斗力 然而陆次对此类部队的期望却颇为光远 据陆次公布的2017年度陆上次委队预算太耀所透露的机动师旅团作战构想 当部署于本土的机动部队投入岛屿攻防作战时 首先派出先前侦察部队 之后出动应急机动联队实施第一次攻防 在第二次攻防时机动师旅团主力投送至岛屿参战 但是当了解了上述实际情况之后 人们不由的想问 在战斗力尚未形成且其部队能力存有缺陷的情况下 陆次便急于把应急机动联队投入到里岛防卫战 甚至岛屿争夺当中就不怕陪光老本 演唱会